回头 你跟我说 到底怎么回事 好 贷款公司的人找着我了 说让我还那五十万 如果还不上 他们就要打死我 给我滚出去 你要死三块 别死在家里 撤 我回去 我要死我也死在家里 别把人家竟然打开 起来 滚 等 放手 大哥 就是前面那个三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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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滚 妈 你这把发交出去啊 过屋里去啊 过屋里去 好 过屋里 好 好 好 来 你们俩也进去吧 快就好 快就好 你们 你们干什么呀 你们干嘛咱们家店呢 怎么回事啊 津津喜是你老公吧 什么庆喜不庆喜的不认识 行 不认识就好办了啊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来 兄弟们 进来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勤还钱 我们这是小门小户 你们这是欺负人哪 勤还钱 还让不让人活啦 勤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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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到底想怎么着 勤庆喜见了我们之外 勤还钱 用那个餐厅做的你呀 要是不还钱 你们就只好卷坑给走人了 勤还钱 勤还钱 你们带那么多人来闹事 我们还要不要做生意了 走走走 他他他推我 推他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你们 干什么呀你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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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我 勤还钱 勤还钱 他还打我 勤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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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走 走开 圆满 这儿没你事 你赶紧回屋去 岑志 你赶紧把圆满带回屋去 走 你也管我 走啊 别管我 你们不是说过吗 只要我跳下河 你们就会放我家一条生路 为什么说话不算话 什么跳河圆满 你说什么呢 你跳下河你也没死 你要死了 那我们不就放过你们来了吗 对 那我现在就报警 说你们绑架我 把我扔到河里 你们不给我家留生路 我也不给你们留活路 不就是一死吗 姑娘 我说你要怪呀 怪你爸金庆喜 他拿这家餐厅做的抵押 我们也不容易呀 那你们去找我爸呀 你们要是欺负我妈 我就是不答应 我告诉你啊 别让我们碰着金庆喜 碰着他 我们绝不让他 撤 撤 圆满 你是被你爸连累才跳河的 是吧 妈还以为你是为高存善 那个畜生呢 金庆喜 我跟你拼了 妈 孙迟 快去看看 别让我妈出事了 快去啊 妈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你干嘛 我这不是我爹娘生的 我冷静了 你放开我 要不然我连你一块儿砍 老婆 老婆 干什么 老婆 你干嘛 我错了 我真错了 再怎么着不能动刀动枪 这多危险啊 他把金反文给抵押出去了 干嘛 爸你 爸你今天怎么这样 你怎么 前两天 原本跳河也是被他给害的 被那些逼债的人绑了 给扔到河里了 你说我上辈子是缺了什么德 摊上你这个东西 我 我非弄死你不可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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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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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您说说 今饭碗又不是咱家产业 您怎么能随便抵押呢 我做了一 假的房产证 你 不是大叔 你也太糊涂了吧 这是诈骗要坐牢的 让他坐牢 没他呀 我们全家指不定多快活呢 我也是受害者 我 我哪知道我被人骗呀我 这种事发生的还少吗 跟别人没见几面 你就借钱给人家 还请人家到家里吃饭过夜 结果把家里透个金光就跑了 你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你 我那不是看人可怜吗我 我也是非常的生气啊姐 那你说 现在怎么办呀 其实吧 这事很好办 那今儿贷款公司啊 是个正儿八经的公司 人家说了 只要是我把本金还上 不要利息 所以咱们大家伙 凑凑钱凑五十万 都可以了 你说得轻巧啊 那是五十万哪 就是把你杀了 把你的肉卖了也不止五十万 你知道吗 别求我啊 五十万 我上哪弄五十万啊 我租租贝贝 都没见过那么多钱 你帮不了我 你们家孙健坑一定能帮 是 他们家四合院 不是有一间房吗 把房卖了 是不是就要钱了嘛 是不是 对 那卖了我们住哪啊 我们带着哈哈流落街头啊 亏你能想得出来 可不是吗 人们 好闺女 爸最疼你了 爸这回错了 教教我 爸 你求我也没用 我没钱没能力 如果您不想一个人去死的话 我可以陪你一起去死 我能帮你的 就只有这么多了 这太让人生气了 这都什么女儿啊 你们可别忘了 你们只有我一个爸爸 都盼着我死啊 我死了 你们就没有爸爸了知道吗 如果我能选择的话 我真希望我不是您的女儿 圆满 你说什么呢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家人 为什么 为什么 如果我不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的话 我就不会被别人看不起 圆满 这都什么女儿啊 你养的是什么女儿 为大名 你 你什么爹呀你 你什么爹呀 好了好了啊 存志已经不流血了 应该没什么大事 存志啊 今天谢谢你了 对了 那东西 你就搬那屋里去吧 你就住下吧 谢谢啊 神儿 谢谢 我恨你们 我恨你们 你女儿是B型血 我是B型血 对 不过你们一家挺奇怪的 两个A血型 一个B血型 我跟我妈我姐的血型不一样啊 这也正常 说不定你血型随你爸 你爸说不定是AB型或B型血 不对啊 我爸是A型啊 姐 你没弄错吧 上次咱爸出事 就是我给他输的血 我跟他一样是A型啊 我怎么可能记错 原宝 行了行了 什么血型不血型的 都是血 那都是红的 妈您不懂这是科学 行了就你懂 就你科学 行了吧 谢谢你啊 谢谢 没事应该吧 谢谢谢谢 他们真的是我的家人吗 这么说墨宇的版权被夏丽阳搞到手了 是 本来我们已经谈得好好的 就差签约了 可是最后关头 夏丽阳的女儿突然杀出来 搞了个配乐两数 墨宇就被这丫头给降服了 夏丽阳的女儿 是叫夏丽阳吗 对 看来夏丽阳果然是豁出去了 她是要死守阅读啊 董事长 我该死 我一定想办法弥补 看来 这个局势越来越精彩喽 您的意思是 你给我把阅读盯好了 特别是那个夏丽阳 不管这个夏丽阳给我打多高的台 我就给他拆多高的台 约读我腰定了 妈 您是在哪家医院生了我呀 什么医院啊 就是一个卫生所 就在咱们家附近呢 我在那儿做过保洁 小时候啊 你还去玩过呢 这时间过得真快 你说一转眼都三十年了 秦源吧 只有找到你真正的身世 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小姐您好 请问需要什么服务 我随便看看 我们医院医术精湛 有许多成功的案例 您可以先了解一下 对不起 我今天过来不是整形美容的 请问这里以前是不是一家卫生所啊 大约在三十年前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三十年前我还没出身呢 谢谢 小姐 等一下 我们这儿的老人 只剩下隔壁小区门口门卫老大爷 您可以向他打听打听 谢谢啊 没事 这个地方啊 变得好几茬了 从这个美容院开始啊 过去啊 是个超市 最早是个卫生所吧 差不多三十年前 早前呢 这个地方是有个卫生所 早就撤了 好多年哪 那 那您知道搬去哪儿了吗 现在哪有卫生院呢 早就改变叫中心医院呢 那医生呢 医生已经分到其他医院了 你打听这个医生有事吗 我想找当年的医生 打听点事 我再想起一个人了 谁啊 这个人啊 姓陈 过去啊 是我们这个卫生院的 主治医生 他就住在我们这个小区里面 真的 你啊 要找他打听过去的事准备出来 您好 您好 请问 这里是陈医生家吗 是 那他在家吗 你找我爸 他跟我妈度假去了 夏里面才回来 这样啊 有什么事吗 确实有事 挺着急的 您能帮我联系一下他吗 要不这样子 你留个电话 他回来我给你联系 好 老婆啊 我今天不回来了 要到郊外度假村呢 见几个客户 你怎么不早说啊 什么准备都没有 要带了吗 要是没带的话 顺路买点 别一激动啊 悬崖又升了 放心吧 没事的 你还记得 乙沫出生的卫生所吗 这里已经改美容院了 那年哪 下着大雨 你可好 还挺着个大肚子 去做采访 当时还不是怕 休了产家 业务就靠边站呢 好了 回来再说吧 拜拜 来 季小姐 叔叔 你怎么在这里啊 真巧啊 能够在这里碰到你 自从上次见过你之后 我就经常想起你 在想啊 这个丫头到底怎么样了 你怎么样了 好点没有 我没事 后来我问过乙沫 她说其实呢 这是一场误会 她根本没有抢你的男朋友 我一定要叫乙沫 跟你联系 你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如果我说 我不想跟她成为朋友 您会生气吗 当然不会了 朋友是讲缘分的吧 说到缘分 我和她 还挺有缘分的 是吗 我们是同一天生的 同一天 八三年十月二十一号 这可真是太巧了 你们应该有缘分的 看来 那些星座什么的 都是骗人的 同一天生 却完全不一样 您的女儿那么优秀 自信 我呢 也许一辈子都比不上她 她有您这样的父亲 一定很幸福吧 千万别这么说 对了 你是在哪里出生的 姨沫就是在这里生的 以前这里是卫生所 现在变成美容院了 她在这里出生的 我也是在这里出生的 真的这么巧啊 你们两个人同一天 在同一家医院出生的 这个叫做真正的缘分 来 这是我的名片 有空给我打电话 我叫姨沫跟你多联系 你们多聊聊 你会喜欢她的 你去哪里啊 我送你啊 不用了 谢谢叔叔 我自己回去 再见 好 阿姨 早 阿姨 早 小高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你们家应该离这儿 隔着好几个街区吧 怎么跑那么远来锻炼啊 这不跑着跑着就跑远了吧 是不小心跑远了 还是存心跑远了 这可不一样 大姨 不瞒您说 我都专有好半天了 就等您出来呢 小高 说实话 我对你印象一直挺好的 所以才一心想把我们家 姨沫托付给你 可你呢 太让我失望了 阿姨 我跟那个女的真的没有关系 六年前我认识她的时候 我一心想着出国 哪有心思想别的 这里面真的有误会 你还年轻 对异性缺乏警惕 这我能够理解 可是姨沫呢 姨沫在感情上 还是一张白纸 你让她怎么想啊 姨沫的感情生活很丰富 根本就不是一张白纸 你怎么说话呢 你自己身上一身毛 还没摘干净呢 怎么还怀疑起姨沫来了 她是不是白纸 我还不知道啊 阿姨 阿姨您别生气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介意姨沫 有自己的感情经历 我是真心喜欢她 为了她 我千里迢迢回国 就是因为当初在美国 她给我的印象太好了 跟她在一起 我很开心很谈得来 在她极力劝说下我回了国 就是因为我觉得 她对我也是很有感觉的 可是她前几天跟我说 她对我没有感觉 没有那种心跳的感觉 没有那种 见不到就会死的感觉 这是什么话呀 她说她有喜欢的人 阿姨 她什么时候有喜欢的人 不会吧 她亲口告诉我的 她说她会等她 哪怕等一辈子都在所不惜 这是因为啊 姨沫傻 正爱面前没有傻不傻 我听着都觉得很感动 什么真爱假爱的 那个人啊 就是虚幻的 虚幻 我不懂 这几年 你们阅读公司 不是发现了一批网络作家吗 姨沫一直在寻找 有潜力的作者 三年前 她在网上认识了这么一位 两个人在网上聊了好几个月 在姨沫的鼓励下 那个作者完成了她人生的第一部作品 这么一来二去 两个人啊 就有了些意思 后来呢 那不是我们主编大人吗 别人在大白天也出来吃饭的 冷血动物不是只有晚上出来喝人血吗 是一小一点 怕什么 她又听不见 她才干了呗 她才会听到什么了吧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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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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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并拿 这边 这边凶可 enfim 好恐怖啊 好恐怖哦 这架太可怕 吓死了 好了 呢 这边 froze far away later mandates 下架ему呢 这边 또下架她 是啊 吓死了 吓死了 考虑事情不见了 就怪你要能睡懂吗 我有喜欢的人呢 我也一直在等他 可就算等不到 我也会一直等下去 后来啊 两个人约着见面 结果那个人没来 乙墨跟傻子似的等了一天一夜 然后呢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这事啊 都快成了乙墨的一块心病了 到现在都放不下 你说这孩子是不是磨着呢 那乙墨是不是有个网名叫 愤怒的小鸟 你看这丫头给自己取的名字 看什么 看什么 你说这些人里面 有没有那只愤怒的小鸟 等我把你抓的那只小鸟 你得感谢我 周寅 这都很卡点了 像我一样的明义 但我就走了 记得这个名字吗 请 有事吗 我就是戒指铅笔 2404 荷兰娟 你到底在哪里 你真的忘了愤怒的小鸟了吗 来 给你 够了吧 够了 谢谢 肯定是天蝎座 故弄玄虚 故作高深 叫人不得不讨厌你 喂 你好 我是夏雨沫 夏便计 楼下有人找你 按规定晚上不能随便上楼 只好麻烦你下来接一下 好 谢谢啊 请稍等 这人怎么说话怪怪的 奇怪了 人呢 不应该啊 怎么会没有呢 难道有隐藏文件 真的在隐藏文件里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跟自己说了很多词 不要再来打架你 可是我还是控制不住 我只想见见你 对不起 我再打架你 我不要再打架你 你 我们我送她 我送你 那个时候门点 你还拿完吗 我会做个头 我给你带上一个 这什么呀 这是我今天发的工资 以后我的工资都给你 这是干什么呀 我干吗拿你工资 我想帮你 帮我 你是想帮你哥 帮你哥还我钱吧 如果是这样 拿回去 我不要 圆满 我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我哥 我是为了你 我知道 叔叔在外面欠了很多钱 这些钱迟早是要还的 那也不关你的事 你以为你是谁啊 五十万 怎么还 赶紧拿回去吧 你要是这样的话 就离开我家 反正 我们家的事 我会想办法的 大不了 把我这浑身上下的肉割了 论金脉 让我来吧 好 你去吧 小致 有事吗 哥 我想见你 有很重要的事 重要的事 什么事啊 今天买有自杀了 你胡说什么呢你 好好好 今天太晚了 明天我去找你 正好我也有话跟你说 先这样 同学们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 分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期 各种社会问题并发 矛盾凸显 群体诉求多元 是 社会学即将 不 它已经成为当代学术的 一门显学 但社会学从根本上说 它是一门需要走出研究室 走出课堂的学术 杨教授 杨教授 杨教授您好 你好 您有什么事吗 我试着写了一篇小论文 我想请杨教授 您指点一下 你是哪个系的 叫什么名的 我叫高存志 我经常在教授您的课上听课 我不是您的学生 甚至不是 是谁说 你不是我的学生的 你听了我的课 那就是我的学生的 我会认真 阅读你的文章的 谢谢教授 谢谢 不要拒绝 我们大学呢 有欢迎庞庭的好传统 你好好努力 好 谢谢教授 再见 再见 教授 哥 来很久了 乍一看 你还挺像个大学生嘛 我看这写着力致了 大学 梦幻一样的力量 挥斥 方求 指点江山 都以为自己有一番大作为 看看这几个人 什么都不懂 个个都跟你一样 单纯 哥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消沉 以前不这样 以前我那是幼稚人 成天跟你一样 不是梦想就是理想 社会学 要真想学就学得要有用的 生气了 生气还给我打电话 既然想见我就高兴点 我不是你仇人 我是你亲哥 那什么呢你先住哪儿 带我去你住的地方看看 不必了 去了你也不会满意的 高存志 你跟我你假清高什么呀 你叫我来不就是为了这事吗 着急忙慌把我叫过来 就为了在我面前表现你多有志气是吧 是 你很有志气 你特别对得起你的名字 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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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志 还得带我来这个立志郎是吗 你记住 我救你这么一个弟弟 我知道你对我的一些做法不太满意 但是这永远都改变不了你 和我的血缘关系 你懂不懂啊 行 如果你还把我当弟弟 那你帮我个忙 什么 借点钱给我 你个傻样 早就等着你开口了 拿着 不够 一千多呢 你要多少 不够 五十万 多少 五十万呀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不是我要钱 是圆满姐要钱 我今天找你来其实也是为了她 什么意思 这钱算什么 青春损失费吗 就她 青春在值钱 她的青春值五十万吗 我看她真是穷疯了 我看她真是穷疯了 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 他们一家没什么事 你不听 好 讹上你了吧 高存善 你能不能说句人话呀 原满家现在欠着钱 被人追得到处跑 我为了帮她呀 就算是这样 你凭什么帮她呀 你有钱吧你就帮她 我有钱我就不会找你了 六年了 别人是怎么对我们的 我们还得轻吗 你算过这笔账吗 我当然算过 我账本都记着了 你一共就六万多 我懒得理你 以后别见了 兰萌姐 来 你怎么来了 送给你的 小致 你别这样 你以前说过嘛 你跟我哥在一起六年 他就给你买了一瓶饮料而已 你也说了 你哥是你哥 你是你 我不管 我就要要爸哥 欠你的全部补偿给你 我现在是没什么本事 就让我从一瓶饮料 开始做起吧 我以后会做得更好 你要是再说这些话 我就生气了 就算我妈同意你住我家 我也要把你赶出去 你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你就是个小孩子 以前呢 你把我当嫂子 我把你当弟弟 正好我比你大几岁 现在啊 你把我当姐姐 好吗 不好 我以后不想再叫你圆满姐了 我要叫你 金圆满 圆满 圆满 我回来 你好 我是金圆满 陈医生回来了 好 我马上就到 我有事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圆满姐 1983年十月二十一日 您还记得吗 那天有没有小孩出生 那天 没错 有几个小孩出生 真的 有几个小孩 有几个小孩 三个 您确定吗 已经过了三十年了 本来我们那个小卫生所 没有专门的妇产科 可是那天赶上下大人 身体滑坡 然后仪式留全赶上了 还有很多的记者过来采访 所以呢 几个孕妇啊 也只好在我们那里生产 那您还记得 那天生的三个孩子里面 有几个女孩吗 几个女孩 两个 怎么会这样 我的人生 我真正三十年人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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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事你就跟妈说啊 那你歇着吧 我去给你坐去啊 喂 我是夏立阳 你好 我是金元满 金小姐 你好你好 您不是说过如果我有事找您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您吗 所以 有什么事吗 我想跟您见个面 好啊 不过我现在有点事 一个小时以后咱们见面好吗 好 谢谢 再见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坐 对不起 突然打电话给您 没关系 接到你的电话我很高兴 喝什么 咖啡 我喝不惯咖啡 我想喝奶昔可以吗 姨沫从小就喜欢喝奶昔 不过现在整天喝咖啡 服务员 叔叔 你能陪我一起喝奶昔吗 你好先生 请问需要点什么吗 两杯奶昔 两杯奶昔是吗 好的 两位请稍等 别太拘束了 有话就直说 那天您的女儿 对了 我现在呢 代替我的女儿 郑重向你道歉 对不起 不是的 叔叔 我不是为了让您跟我道歉 才约您见面的 那你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上次见到叔叔之后 我就会经常想起您 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很想见见您 你今天的心情不好吗 见到您之后 好多了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 两位请慢用 喝啊 别急着喝 喜欢喝再点嘛 您怎么不喝 很好喝的 您尝尝 好 这还是我第一次 喝到这么好的奶昔 您的女儿 应该喝过更好的吧 季小姐 你听我说 不是因为乙墨是我的女儿 我再帮她说话 她跟高存善 真的没有什么 我都了解过了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好 您好 这是我的头发 还有西瓜 请您先登记一下 请问什么时候会有结果 大概两三天吧 到时候我们会通知您的 您最好留下邮箱 好 很晚还没走啊 何大主编 这个小说等着钟沈 你看一下 不错 不过出国三年 没想到 国内年轻作家成长速度这么快 看来这次留下的决定是对的 人家都说同行是冤家 你还真是抱着一颗伯乐之心 看着别人写小说自己不手养 我其实挺好奇的 你说你之前写的什么样的小说 那么打动那只愤怒的小鸟 说来听听 都过去的事了 替他干吗 聊天嘛 这年头爱情像快餐 不过你的这个爱情故事 真的挺打动我的 小说叫什么名 天堂回来的人 挺文艺啊 这跟你的这个个人经历 有关系吗 这个问题啊 愤怒的小鸟也问我 的确有关系 里面有很多都是我的个人经历 我里面提到的一些地方 也是我经常去的 后来我们约定 在我小说完稿的时候 在我的旧局见面 那你们就 从来没有见过面 电话都没打过吗 我们只是通过那个文学网站的 在战内信箱联系 在我出格之前 我把何莱区这个爱地 注销了 后来 把连载的小说都删除了 这真是太奇怪了 那你这么做的真正理由呢